- 疫苗為什麼我們南投官 剛剛有這麼多人還沒做到 - 政府說起來很厲害 - 夾焰報復 議會質詢被問到疫苗施打率落後問題 - 南投縣長林明珍立刻大聲反駁 - 並公布施打數據 - 南投縣啊 - 到昨天為止 - 我們已經出七星了 - 但從衛福部公布的數據來看 - 截至18號為止 - 南投縣AZ疫苗市余量還有30.7% - 莫德納則還有28% - 疫苗涵概率也只贏過新竹縣 - 但市長林明珍對此似乎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 最後最後一直強調 - 這就是什麼 - 要打擊我了 - 煮誰跟館長在煮的 - 館長在煮的不是了 - 此話一出讓在前線拼疫苗施打力的醫護人員超傻眼 - 現任府的安排 - 就不是滿意 - 給我們的時間很緊 - 因為我們就馬上要去籌備人來打這個大場次這樣子 - 我們看到南投縣 - 我們的縣長在哪裡 - 全縣的縣民都在尋找林明珍縣長 - 我們的執行率這麼差 - 反而怪中央 - 我覺得這個不厚道 - 各縣市為什麼可以打得好 - 我們南投縣反而打得最後面 - 南投縣議員也痛批 - 是因為縣府施打疫苗規劃有問題 - 才導致施打率在各縣市儆陪莫作 - 縣長卻反壞中央俠院報復實在太誇張 - 林明珍對此沒有證明回應 - 只表示很願意和台北市聯手自購疫苗 - 蔡英全無愧與孫雨立 南投報導 - 好 剛剛在一開始我們就是在討論這個高端疫苗 - 現在也是全球首例採取免疫橋接獲的EV的這個疫苗 - 現在在我們現場我們的這個螢幕的左邊這一位呢 - 就是高端的執行副總李思賢 - 李副總好 - 妳好 - 好 真的是恭喜了 - 昨天大家聽到這個消息真的都很雀躍了 - 好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大家 - 就是說現在目前的情況大概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打得到疫苗 - 還有就是未來是不是想要賣到其他的國家去 - 現在願景的部分又是如何 - 好 那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高端疫苗在大概5月多的時候就逐步的跟國際 其他廠商一樣 開始逐步生產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這次是所謂的緊急授權 所以在做臨床試驗的同時 廠商也會開始逐步的開始 來生產這些疫苗 以便在你臨床試驗結束 通過EUA核可的時候 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你的貨就已經準備好在那裡了 這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是廠商做完臨床試驗 然後經過法規單位審查之後 成功了你才開始去生產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緊急狀態 所以你沒有時間再給你去這樣生產 所以所有國際上 目前包括各位看到什麼輝瑞莫德納 或AZ 他們都是邊做臨床試驗邊生產 那高端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大概5月多的時候 我們就逐步的逐批的在生產這些疫苗 以便我們EUA通過之後 就可以立刻經過封簽檢驗 那出來給國人施打 那目前的狀況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8月中的時候 我們國人應該就可以開始施打了嗎 就預計是這個時間點嗎 我們會根據我們跟CDC簽的 合約的交貨期程陸續的去交貨 那交給指揮中心之後 交給CDC之後 有指揮中心來安排說 什麼時候把這些疫苗推出來 給民眾選擇可以施打 嗯 是 是 那另外就是我們是不是也打算要賣到其他國家 譬如說中南美洲等等 是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在整個研發過程的時候 就有包括中南美洲 或甚至東南亞地區的一些國家 都來跟我們接洽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說 如果這個試驗是成功的 那台灣中華民國政府 又可以給你們EUA的這個核可之後 那他們相對於 就對這個疫苗會比較有信心 所以他們也一直在等這個政府給我們EUA之後 那當然接下來他們就會 會想要說 如何在他國家可以 順利的取得藥證來 來讓他的民眾也可以施打 好 產量的部分大家也很關心 要提供給國人 還要賣給其他國家對不對 產量部分 對 產量我們就如大家所知道 大概目前 我們跟疾管署簽的合約 就是供應給台灣500萬劑 那這500萬劑 我們會在接下來 下半年陸陸續續的一直出貨 其實我們自己大概到今年底 我們的產能大概可以高達1000萬劑左右 那也就是說我們會有多出500萬劑 不管是台灣政府或民眾 覺得高端疫苗不錯 想要再加購 或者是說有一些友邦 東南亞或者是 中南美洲的友邦需要 那我想我們都可以供應給他們 是 那目前我們高端這邊 還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點 譬如說原物料的取得等等的 目前來講原物料的問題 目前相對就比較小 因為我們真的經過大概一年多的 這個 挑戰 我們把一些原物料 其實陸陸續都被妥在手上了 那我想目前接下來主要的挑戰 當然就是 民眾常常在問說 那你們什麼時候 要去做臨床三期試驗 那我剛好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我們剛剛就在幾分鐘前 我們才發了一個重大訊息 我們在這個巴拉圭的臨床三期試驗 已經被巴拉圭的這個法規單位 Dynavisa核可了 所以我們即將會在巴拉圭 巴拉圭大概7月底 我們會開始進行搜案 所以我們大概希望在8月 可以把這個案子搜完 那預計在大概是Q4 第四季的時候 我們會有分析報告出來 那這是目前最新的消息 這最新消息就是巴拉圭 現在已經允許在那邊做三期試驗 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但是因為其實 很多人還是會開始有一些懷疑 那也有一些政治人物潑髒水等等的 然後有人會說 那你怎麼證明你們的保護力 這些部分高端怎麼看 其實我想 如果你問全台灣每個民眾 知不支持國產疫苗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告訴你 支持國產疫苗 因為畢竟疫苗產業是一個國安的產業 但是大家對國產疫苗的這個期許 每一個人的程度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謹記在心 我們會希望 我們自己鞭策 我們自己去做到最好 也就是大家最希望的 我們逐步逐步這樣 這樣下去做 那我們現在在 我們其實有開了幾條線 就做臨床三期 除了巴拉圭那條之外 我們目前也在跟歐盟在談說 如何在歐盟做一個這個臨床三期 那他可能也是用免疫橋接的方式 那如果歐盟那邊合可的話 我們當然也考慮把臺灣 變成一個在這個試驗裡面的一個國家 也就是說我們會做所謂的 多國多中心的三期臨床試驗 這樣子我們來取信我們的人民 是是是 好我們現在現在在現場的有青黃 青黃有一些這個問題要請教副總 李副總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 大概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很多人希望打高端的疫苗 那但是他已經預約了別的疫苗 所以他們現在還看不到預約選項的時候 大家有點焦慮 那第二個是有人是第一季打完高端的 那他們在問說 那第二季第一季打完 AZ 第二季 他想要打高端的 那如果是李副總的話 建議這種模式嗎 那另外一個是也有人在問說 如果兩季本來是打其他的 第三季的打高端的可不可以 那不知道這個問題李副總覺得怎麼樣 好那首先先謝謝這個 有民眾對我們的信心 這樣的支持 那在此先感謝一下 其實我要講的還是 如果已經輪到你打疫苗 不管你是打AZ或打莫德納 你就趕快去打 因為畢竟疫苗 基本上目前的疫苗都要接種兩劑 那兩劑之後的14天 你才有保護能力 所以你越早接種 那你越早保護你自己 而且我們整個國家可以趕快達到群體免疫 所以這個很謝謝有人在等高端 但是如果你現在已經有排到莫德納 或排到AZ的 我個人還是建議你趕快去打 那第一針打完 不管是莫德納 AZ的第二針可會打高端 其實目前已經有 譬如說長庚的團隊 目前他們也想要做這種混打的這種試驗 那必須等臨床試驗報告出來之後 才可以整個大家是有憑有據說 到底能不能混打 那混打之後的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就好像大家最近看到說這個AZ 然後再加BNT效果似乎比較好 所以所有這種醫學上的東西 都是要有科學的根據 好 那回答青黃大哥 第三個問題是 到底要不要第三針 那這個問題又更難回答 因為到底目前國際 譬如說你看到輝瑞說 他說他想要再加一個第三針 但是美國的FDA可能有不同的 不同的 聲音 第一個是他覺得 第一個要先打掛 那有人會覺得說那變異株來 我的抗體濃度要高一點 是不是可以保護 所以這個問題到目前全世界 還沒有解決 那我們也在看 到底要不要加一個第三針 那第三針加誰的會比較好 一切其實都還要在等待 不過我想這個第三針的試驗 也許到今年的冬天 可能可能就會被確認吧 因為大家記得這個冠狀病毒 其實他耗發是在冬天 那我們現在是夏天的時間 所以我還是要再呼籲 利用夏天這段時間 冠狀病毒比較不活躍的時候 趕快把疫苗打一打 這樣子你在冬天的時候 你才有一個好的保護力 那李副總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目前就是高端 被核准的是打20歲以上 那我知道的是高端 應該有在做12歲以上 20歲以下這樣子的實驗 那我想請問一下 高端在做針對這種 12到20歲這一端的實驗 大概什麼時候報告可以出來 或是到時候可以讓國家參考說 12到20歲的會不會到時候 可以考慮要接種這個高端的疫苗 好這個其實我們目前 已經通過實藥署 合可進行我們青少年的臨床試驗 目前是說12到18歲的 那我們在全國5個醫學中心 都已經開始展開 展開搜案了 所以我們預計大概到今年的大概10月 9月底10月初的時候報告會出來 那當然報告趕快出來之後 就同時送交實藥署 看我們這個適應證 可不可以年齡層往下去展延 那這個目前正在進行當中 副總我是公年黃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 就是你剛剛講到的三期臨床實驗 應該都是指的是免疫橋接的三期臨床 實驗 那高端有沒有計畫做 傳統的就是那種大概差不多規模 3萬人的臨床實驗 其實我們還我們仍然留有一個線 那因為我們開很多線 其實就是有這個所謂的傳統三期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跟大家報告 這個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一直沒有放棄這條 因為 這條這條機會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說 大家給我們的指教很多 那我們當然也要好的數據來說服大家 所以 我必須跟你正式回答 有 我們留一條線在手上 但是我現在還不能告訴大家 這條線會不會成功 我們是真的有在進行 副總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很多人就很堅持 很執著 一定要做傳統三期才算完成了 所以 你們可能真的要慎重考慮 對 但是不過我也要跟這個年荒大哥報告一下 就是說 我們目前你看到國際法規的趨勢 漸漸已經向所謂的免疫條件靠攏 包括你可以看到說有一個叫 法規單位的協同單位叫ICMRN 他在最近 他也講說 這個已經不可避免了 大家要接下來這種所謂的二代疫苗 他用 用這個免疫條件的方式下去去證明了 那我想原因大家都知道 現在世界越來越少國家沒有打疫苗 你只要說打安慰技術 大家就覺得說你沒有倫理道德 那第二個是說人家也不願意加入 所以越來越困難了 所以整個趨勢 那你可以看到說包括英國 包括韓國 包括最新日本 第三共自己要開發的mRNA疫苗 在日本國內也是準備 去找另外一個活性的這個對照組 聽說也是mRNA 去做直接的免疫條件的PK去對照 那我想這是整個國際的趨勢 那只是台灣在這上面 也許我們走的比較比較快一點 但是他 就我們而言 他的確是在一個對的趨勢上面 好 是 謝謝這個李副總 那麼我們真的也希望高端可以成為我們 國家重要的這個戰略武器 也成為第二座的護國神山 非常謝謝您接受我們的獨家訪問 感謝您 好 不過接著我要請教一下冬豪哥 因為你看看 大家都覺得說 國產疫苗OK了 現在大家都覺得很振奮 很有希望 我們疫苗不缺了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不斷不斷的潑髒水 甚至國民黨說要去告陳時中 其實您在看到說 嘉敬城主席 他們去地檢署按鈴的那個動作 那就是場秀 那就是做場秀 就是說他他要走到地檢署去做一個按鈴 那他會提供給你新聞畫面 然後可以播到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的一個 談話的一個一個焦點 可是他對於實質上來講 我們在談防疫或者談疫苗政策上來講 他沒有任何幫助的 這個這個我講這個原因不是 他不管藍綠是誰執政 我們在看高端疫苗的這個事情 或者其他的這個國產疫苗 其實他覺得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他有沒有花國家很多錢 有 我們有沒有採購了 有 好那只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 你可以有很多懷疑 他最後有一件事情要去認證的 就是他最後會不會打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去 如果今天花了40億 你採購了一堆疫苗 這些疫苗是供在那個倉庫裡面 那你可以大罵特罵 但是今天這些疫苗 如果經過核准之後 也被CDC納入的這個施打計畫裡面的時候 它是真的要打到我們人裡面去的 打進去的時候 如果有狀況的時候誰扛那個責任 不是這些公司 是那個做政策決定的人 如果今天民進黨執政 他做了這個選擇 做了這個政策決定 打出來的結果是不好的 那恭喜國民黨 因為民進黨等於是拿自己的 自己搬專頭砸自己的腳 那會造成很大的因怨 所以你不用去管說有沒有什麼院士 講說那個數字值不值得看 他都不想看 那都不是重點 因為現在已經到7月下旬了 很快 這支疫苗 8月或者9月 他就要在市面上被施打 那支疫苗有沒有成功 你可以不用管現在外面的人講什麼 他只有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打到身體裡面的時候有沒有效 因為這個事情 不能賭的 如果今天把關的人 我講把關的人不是指民黨政府 就從這一路來風風潑潑的 這些風風雨 不管是哪個中央研究院院士講什麼話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第一關把關的叫食藥署的官員 也有人覺得食藥署的官員這次很機歪 也有人覺得說食藥署的人一定會護航 都是照劇本在走 你都可以不要去管這些 為什麼 因為你花了這些錢 這些資源下去 這些預算下去 最後是要打的 它不是凍在冰箱裡面的 打下去的結果 金人起進去考驗一翻兩瞪眼 這個時間沒有很遠 這個時間距離現在來講 也不過就一到兩個月之內 甚至不到兩個月 如果今天批評那麼多 去按鈴申告 如果這次疫苗打下來 成績真的不錯 那江錦成主席怎麼辦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政黨的主席 你在這個事情的判斷力上面來講 我還會那麼講 國民黨需要重新改組 因為江主席的政治判斷力是有問題的 那至於有一些中央研究院院士 等於拿他這一輩子的招牌去堵了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誰會贏 因為這個是疫苗是要打進去的 他不是供在桌子上的 當打下去的那一刻有沒有效 就會決定了 民進黨的選擇是不是對的 他同樣的也會告訴你說 現在在批評的人是對的還是錯的 時間沒有很長 就是一個多月而已 好 所以時間就會馬上證明了 如果說真的是亂潑髒水的話 那這個政治生命的部分 恐怕也會大減分 我們來看到這個 國民黨告發了陳時中 吳秀梅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然後呢江錦成說 因為全球主流的疫苗 至少都做到三期的人體試驗 才通過緊急授權 可是高端呢 到現在有沒有完成二期試驗 都不清楚 遑論三期人體試驗 衛福部竟然可以這樣子 他是草率的給予EUA 那麼去年美國川普總統 都做不到的事 蔡總統竟然做到了 你是拿全民生命做到的 好 罵得很兇 然後呢高端EUA審查錄影 恐怕妨害表役權 好 這是陳時中說的啦 因為國民黨就說 怎麼都沒有錄影 那陳時中是說 怕會影響到表役權 蔣萬恩就說這麼荒謬 陳時中也講得出來哦 好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到 一連串的這樣的一個攻擊 那其實剛剛呢 我們也講到就是說 這個疫苗 他獲得了EUA的 已經審查通過了 那麼但是我們看到 藍尾的部分 你看看林維州 他的態度又跟上面的 這一群人不太一樣 他建議在立法院設立施打戰 說我第一個來打 好 明顯你怎麼看 那國民黨到底是怎麼樣啊 剛剛那個 就是說高端的副總講得很好嘛 在台灣 有誰會願意唱衰 國內扶持國產疫苗 如果台灣真的可以在生計 譬如說在疫苗 現在全世界大概有七八個 已經通過核准上市的疫苗 如果台灣跟著上這個行列 有誰反對 你真的說你是阿強的人 說唱衰 你台灣自己發展出來一個疫苗 他才會唱衰你 台灣人如果真的有多一個 護國神機 護國神山 何樂而不為 大家都樂見啊 包括很多人 我也在你們節目講說 我也願意打國產疫苗 可是相關的大家 兩個嘛 第一個 安全性 現在剛剛副總 高端副總講得很好 他說包括現在跟巴拉圭合作 要做三期 那當然是喬接啦 那未來真正的一般的 傳統的三期的部分 他說他也有計畫 沒有提出來 大家 老實講對疫苗 那是很專業的東西 你說安全性怎麼去驗證 我不是讀這個 我不是讀這個啊 你一般民眾的話 他是學公衛或相關的醫學嗎 不是 那他哪裡得到訊息 他也說希望中央政府 或相關的那個 相關的衛生部 給他們資訊 那資訊是從媒體得來啊 如果高端提出這些證據 可以做三期 三期可以做出來 這些數據大概 大概大家都沒有話說嘛 那要求做三期的 也不是說 都是政治人物在講 也不是嘛 蘇毅仁也是要求做三期 那是阿扁時代的疾管局的局長 還有包括現在的黃立民醫師 台大醫學院院長 如果不能說那都是國民黨的 還是那都是惡共的人 不是嘛 所以大家對於安全性 還是會提出建議啦 所以你說 那還有包括在EUA的那個會議 到底有沒有公開全程 那個 那個 神志松說不行 會違反相關的規定 可是其實國外的國家 在歐美新加坡 其實都全程公開啊 你包括黃立民醫師 台大黃立民醫師 也是認為說可以公開嘛 這第一個啦 就說安全性是另外一個審查的程序 那公開的話 它是一個取信於民眾的程序嘛 至少說 所有證據都是可以公開的 我覺得接下來疫苗考驗 大家大家會講 如果真的八月可以開始施打之後 他會變成說現在上網登記嘛 變成兩鬼 第一個是選AZ莫德納兩個都可以 那可能多一個選項說國產 所以你要說增加大家願意施打國產 然後去打勾這樣 我覺得說 第一個安全性是一回事 第二個信賴感是一回事啦 所以 我覺得當然 剛剛大家對國民黨說提告動作 很多很多質疑很多批評 那我覺得說 與其換個角度來來想 現在大家對於EUA那個會議 有沒有公開大家會 對他的信賴感產生一個一個危機 或一個質疑 那司法就說 補強信賴感的一個問題 他當然他有他的政治性 我同意 那他也沒辦法說 因為安全性 還是要科學數據來做驗證嘛 那變成說 他透過司法程序補強說 這個到底是取信或不取信 就變成說 他是一個另外一個 驗證的一個程序啦 我是從這個角度去做思考 那最後說 包括林維州 其實我們很多政治 包括藍德政治人 他也是把手臂準備 要去打國產疫苗 可是剛剛副總也講啊 如果排得到的 因為要群體免疫 還是要防護力提高越好 那你說 不用等國產疫苗 排到了AZ 或莫德拉 你就趕快去打啦 我就說 那你遵照個人的意願 我覺得這是 打什麼疫苗就遵照 也不用刻意去抹紅 說你一定打國產疫苗 才是愛台灣 你打AZ就是老共的人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分得清楚啦 不要涉入太多政治性 其實疫苗背後 也是有很多政治操作啦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啦 有什麼疫苗 如果可以先打 就先去打 好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到這個議題 可以說從昨天 就開始引發眾怒 網路上大家噼哩啪啪啪罵 好 那為什麼呢 這事情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我們東奧的國手 被搭經濟艙 引爆了全民的怒火 好 蔡英文總統之前 他才保證說 國家選手都可以做商務艙出賽 結果沒想到 官員不當一回事 因為呢 好 這台灣代表團飛到日本的時候 選手是搭經濟艙的 其他人反而是搭商務艙 戴茲穎世界球後 也只好去搭經濟艙 弄到總統都道歉了 我們先帶來看看 出征冬奧台灣代表團 浩浩蕩蕩 選手加教練團等共134人 19號包機前往日本 卻被爆出選手搭經濟艙 同行的行政人員 卻搭乘商務艙 引發公憤 世界球後戴茲穎 PO出搭經濟艙照片 IG發文流露 懷念商務艙的心情 而幾個小時前 戴著鏡頭揮揮手 戴茲穎戴著墨鏡口罩 和其他選手們準備搭機 他的父親透露 會運機的小袋 直到上機後 才得知搭的是經濟艙 但就怕節外生枝 戴茲穎的爸爸 也發聲明幫紙寫 希望這件事情告一段落 請大家把焦點放在比賽上 從這次奧運開始 未來參加國際重要賽事的選手 跟教練 都以做商務艙為原則 總統蔡英文上屆 里約奧運前 才保證國家選手 往後都能做商務艙出賽 這項承諾 其他官員似乎沒在聽 因為根據令委 往往於提供的商務艙名單 共36名 包含23名教練 6名醫師 還有7名隊職員 沒有一名是選手 因為選手人數眾多 所以我們在安排 坐在經濟艙前 就以旁邊 前後左右 沒有人的這種方式 來分散乘坐 報紙教育部長 體育署長 一同鞠躬道歉 總統蔡英文也在臉書致歉 表示對於因為防疫需求 改變了做法 卻又沒事先充分說明 認為不夠貼心 格魁蘇貞昌 更點名教育部 必須提出檢討報告 強調要究責 選手出戰冬奧為國爭光 說好的禮遇不見了 讓國人暴屈 三例新聞 簡宏齊瓦亭 SN小組台北報導 好 整個事情弄到 總統跟行政院長 都要道歉 大家都覺得 真的是非常火大 好 那麼我們看到 這整個事情 當時體育署為了滅火 他們就出面解釋說 哎呀 是因為 要讓選手前後 左右都沒有人啊 是為了防疫考量 才讓選手做經濟艙的 大家罵得更兇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 那你們很委屈 你們做商務艙的人很委屈嗎 好 到了晚上 教育部長 潘文中跟體育署長張紹希 也開記者會鞠躬道歉 還是沒有辦法平息大家的怒火 所以現在就傳出 張紹希已經自情處分下台了 好 鄭浩 民眾為什麼如此之火大 因為應該這樣講 不只是民眾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跟蘇文昌協議院長 也很火大嘛 因為體育這件事 第一件事 體育是台灣 唯一不分藍綠的事情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 連打個疫苗都可以分藍綠 可是我們中華隊打棒球 你下面歡呼 沒有再跟你分藍綠的嘛 你戴智穎拿金牌 大家開心沒有再分藍綠 可是蔡英文當總統到現在 其實體育改革 一直是她重要政見 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 可是每次到最後 錢落實到基層的時候 全部歪樓嘛 今天戴智穎 或者說所有奧運代表團 做經濟艙 那個官員做所謂商務艙 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現在說是防疫考量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你殺一個謊 就要用更多謊來圓 現在已經有網友挖出來 這個是有開標案的 當然你要做 做所謂的買機票要開標案 這個標案什麼時候開的 2020年1月7號開標 那時候沒有疫情 那個時候這個標案內容 就已經寫 11個商務艙其餘經濟艙 那這件事情 請問你是防疫考量 沒有嘛 你一開始 你就是打算讓那些選手 做所謂經濟艙嘛 你要知道那些奧運選手 其實人高馬大 做經濟艙 你看我想說只擠 三個小時沒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是 那些官員去擠 本來就是 如果今天大家都做機器艙 還沒有這種相對剝落感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戴智穎到了那個飯店 那個飯店 是狹小三星級等等的 也被很多人為之詬病 當然體育署後面有解釋說 因為他是比較近 所以說方便他進出 可是我就要問了 距離那個場館附近 沒有其他飯店了嗎 好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住的是這個 戴智穎他們住的是這個飯店 在這邊 對 在這邊很小 那你看看中國 住的是靠海的飯店 NPA球星 然後人家說 烏干達住了 都比我們戴口才住得還好 可是憲民我必須講一下 中國那個海景飯店到羽球館 比較遠 要70分鐘才到 所以我覺得不能這樣比 那路上那道具有更好的嗎 但是我剛剛上了AGODA 直到現在附近幾公里內 都還有飯店 而且不求豪華 求乾淨整潔就好 所以說其實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引起大家 就是說我們基層體育改革 真的到一個就是已經不是 就是大家罵已經沒有用的感覺 你看一路來 我們基層體育發生多少荒唐事 第一個叫葉耀文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他這個撐竿跳選手 沒有竿子 忘記帶 2015年5月他去卡達 參加亞洲青少年撐竿跳錦標賽 沒竿子 沒竿子 現場去跟隔壁的借竿子 他還拿冠軍 他拿冠軍 那他後來7月就去參加世界錦標賽 對不對 又沒竿子 怎麼搞的 隔壁就不借他竿子 因為我知道借你竿子 你會拿冠軍 他就沒竿子被破棄賽 這是我們基層 後來田徑學會出來道歉 太瞎了 然後戴智穎也是啊 上次的里約奧運 戴智穎因為他大小腳 他沒有辦法穿贊助場上的鞋 他穿定制的鞋 可是他也很給面子 他定制鞋上面是沒有任何logo 不會說我定制 然後上面寫個Nike什麼 也沒有logo 結果呢 羽球鞋位說要幹嘛 要開紀律委員會 要吊銷他的資格 就是其實我覺得現在整個狀況就 上面其實是對於體育是非常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的 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 可是你一路上這樣子一直 一包二包 三包四包 到下來好像最後到下面 又變成官本位 公務人員本位 所以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讓大家覺得說 很憤怒的原因 就是第一件事不問藍綠嗎 你今天你出了那個官員顧問 根本不是主角 主角是這個是戴智穎他們 所以就這樣子 每一次就叫做前方吃頸 後方頸吃 然後呢 每一次呢 要割到尾 所以一割到尾都沒有漏割 然後要你發錢的時候 每一毛都在斤斤斤叫 所以這件事情我認為 執政團隊第一時間做反應 然後現在呢 體育署署長下台了嘛對不對 是正確的危機處理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真的民怨會很深 真的民怨很深 我說奇怪了 人家是男女主角 人家這些主角門去做經濟艙 然後你官員在那邊做商務艙 是你要去比賽嗎 好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比較飯店 戴智穎住的飯店大概三千塊錢 一個晚上啦 住這個樣子 但是呢 工作團的飯店 這是實力的立院主任 賴家倫說的 他說這個工作團的飯店 平均是五到六千一個晚上 他就說那你為什麼不能夠 安排住同樣的新等呢 戴智穎他是跳出來緩加 他說哎呦 住宿離場館比較近 省區搭車時間 獲得更多的休息 是很好的事情 但也有人講說 那你至少也讓人家住好一點嘛 剛剛其實鄭浩也說 高達上面還有其他房間 這是烏干達選手下他的飯店 就有人就講說 這感覺上好像比我們的選手 住得還好啊 好那我接著要請教韋智 韋智怎麼看 過去也是選手啊 你怎麼看 這個你要說大軍出動 梁莫先行 我們這個體育署應該是有心 那不夠用心 其實記不記得2017年8月31號 那個國家體育法已經刪除通過 那時候改了四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這個所謂的 六個月之內協會 各個單身協會的改選 另外就是財務的透明 另外是協會的排黑 另外最後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那個贊助商的 這個所謂的贊助選手問題 今天還好是戴資營 他夠大牌 世界球後一出來共 如果今天是菜鳥國手 或者是比較 知名度比較低的 這些國手IG發 發這個訊息 誰理我們啊 不過我們話要說回來 今天的體育署 跟倒這個我們的政府 為什麼動到連總統 行政院長都出來道歉 坦白講 對於體育只玩半套 我們應該把體育署升格為體育部 因為體育署的經費 大概佔我們前年度經費的千分之三 不要忘了我們的運財 條例修正以後 每年最少提拨4億 4億這個費用 撥下來之後 就剛剛鄭浩兄提到的 費用到底下 有沒有落實在教練跟選手身上 今天我們總共有66位國手 50位教練到東京參加奧運 我們這次被評估有兩金五銀四銅 超過十面金牌 十面的獎牌的一個紀錄 可以說是歷年更好的 反而這次是因為後勤補給系統的不優 而造成大家的關注度 其實我們應該 Focus在選手這次獎牌身上 那我是認為這樣子的 這個既然已經發生了 那麼我們像戴智英 他距離的這個所謂的場上的一個 比賽場地比較近 這個我是覺得合理 我一直都檢討說 這個飯店有沒有更好的地方 讓戴智英比賽結束之後 馬上休息 馬上備戰 因為他跟郭姓淳 跟了好幾位選手是可以拿金銀牌的 這個是我們重要的選手 所以說體育署長他 說實在那也帶罪高揚 其實這個也編制內狀況外 這個換掉是多好 這個狀況外 我認為說直接 小英在上次進行者四大運之後 我們國體法不是三途通過嗎 民進黨這個立委也是 沾沾自行也是很不錯 國民黨也沒有什麼反對 這事也是一樣發生這個事情 我覺得也不是壞事 大家把盤根錯節的這個單項協會 玩一半而已 為什麼 你知道在之後的個單項協會 六個月之內改選 很多單項協會出什麼問題點 有人頭灌水 有經費 甚至有一張紙 就要來申請上億的經費 請教一下教育部你們能夠去監督嗎 如果今天是體育部的部長 直接到立法院 立法院直接監督 你覺得假承 你做什麼事情 絕對有人幫你騎空 那我覺得說 潘中部長也不需要 講得那麼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卑微 其實你們也沒有辦法進入到底下 你們三月份就講說 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商務艙 坦白講 去東京那還好 兩三點幾年 如果今天是要搭到美國 搭到歐洲去 那個 我們的選手會比賽就擠到翁星期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 我是覺得說 也感謝小代這麼聽出來講 那我是認為 我們 這次好好檢討一下 因為東京我們認為 應該有好的獎牌 我希望我們的官員 不要錦上天花 應該有很多選手 在幕後裡面更辛苦 我們都不知道他們辛苦地方 這個好不容易 這個所謂的辛苦地方 就像林立姐講的道理 要從法律跟制度著手 不是這次東京奧運的 以後的巴黎奧運 洛杉磯奧運 我認為我們還會再討論一次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個住宿的部分 其實見仁見智 因為有人覺得乾淨就好 那近 距離近也OK 但是我們看到 為什麼戴資金的父親覺得 有一種被騙的感覺不舒服呢 好 戴資穎 他那時候在IG上面 他就發了限時動態說 好 懷念長榮航空 可以搭商務艙 大家才發現說 怎麼他搭經濟艙 然後他的父親是說 因為小戴會暈車暈機 先前也說好是搭商務艙 卻沒有事先告知改做經濟艙 每個人的體質 跟搭乘交通工具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很不舒服 好 其實大家本來以為 他們可以坐商務艙 你看看立院之前的 這個會議記錄 當時國民黨立委 洪孟凱就問說 現在東京奧運 選手如果要去比賽的話 那相關的準備做得怎麼樣啊 他說 因為運動員人高馬大 坐在經濟艙可能會比較困難 希望能夠多挪一些經費 讓選手們坐得寬敞 當時教育部長潘文忠保證 現在是選手教練會坐商務艙 這個已經做好規劃 洪孟凱又再度的問說 全部的選手跟教練 都坐商務艙嗎 確定嗎 然後潘文忠就說 是 他當時不能保證說 一定是這樣 而且做好規劃 結果現在全部搭的是經濟艙 就引發了眾怒 好 黎晃哥 好 大家討論住宿 我們先來看一張照片 這個是美國的滑板隊 他們住的旅館 這個人發在IG的 是美國夥伴隊的明星 叫做Night Young 他有五百萬個追蹤者 算大牌吧 大家覺得這房間大不大 也是小小的 對 而且美國人更人高馬大 好 我講這樣 並不是要幫誰講話 我知道這兩天大家很生氣 但是這問題 你要分兩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 商務艙的問題 第二個 住的問題 商務艙的問題 我認為體育署長 張少熙今天已經請辭 雖然蘇貞昌院長說 等奧運完回來之後再說 所以還沒有獲准 還沒有獲准 他的請辭 關鍵不在於說 選手能不能做商務艙 他的請辭在於說 你身為一個政府的公務員 你沒辦法落實 總統的政策指示 因為總統很早以前就講過 原則上以做商務艙為主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正好講的那個招標文件 發包的單位不叫體育署 叫中華奧會 那為什麼體育署 你沒辦法監督中華奧會 你看到明明 你就寫只有一個商 十一個商務艙 你就知道我們代表團有68個人 光選手有68個 教練我都還沒算 你光選手就有68個人 怎麼可能只有十一個商務艙 那你當時體育署為什麼沒有點出來 你為什麼沒有要求中華奧會 我說不行 這是總統承諾的事情 你要給我改 好 第二個 你說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的東京奧運 其實很多事情都因為疫情的關係 被搞得很亂 因為有一個 我們的代表團有一個叫防疫協調官 他因為今年東京奧會的規定非常嚴格 也就是說 今天我在飛機上 徐清皇坐我隔壁 假設我確診 他就要被隔離 那他被隔離他就沒辦法參賽 你奧會就等於白去了 所以我們的防疫協調官基於安全起見 要求他們做梅花座 就是確保你的前後左右都不會有人 就萬一有人確診的時候 你不會被隔離不影響你參賽權 因為很多選手一輩子大概只有一次參加奧會的機會 如果是這樣子 那你體育署第一時間為什麼不能講清楚 你為什麼不能跟選手先溝通清楚 你答應戴志穎說可以坐商務艙 那你就應該事先跟他溝通講說 欸 對不起 我們這個考慮 因為如果 我不曉得昨天那一班飛機去是多少選手 因為我們選手分好幾批去 一般的飛機大概商務艙大概三十幾個座位 如果你要採取梅花座的情況之下 昨天假設是三十幾個選手去的話 一般飛機的商務艙的確是不夠做 這是事實 你除非是包兩架飛機 但是這種情況你為什麼不講清楚 講清楚我覺得就不容易產生誤會 也不會被罵成這樣 再來住宿的問題 我奉勸國內一些政治人物 不要拿這個東西在刷你的聲量了 第一個 戴志穎2018年亞運之後 參加完比賽之後 他自己有發了一個IG 他說希望下次住的地方 可以離比賽場地近一點 讓我可以比賽完可以馬上回去休息 他住的這間旅館 大概是三星級 就一般的商務旅館 不算豪華 他就是很普通 那個系列旅館其實台灣人很熟 因為很多人去日本自住行 大概都會住那個系列旅館 好 那個系列旅館稱不上豪華 但是他離比賽場館只有五公里遠 搭車大概只要十幾分鐘就到了很近 第二個很多人講說 附近還有空房間 對不起 因為今年東京奧運 主辦單位規定 你各國選手 因為選手村有群聚 所以很多國家選手不願意住選手村 你要住旅館可以 但是請你事先跟奧會講 奧會他要先去看過 確保這個旅館符合防疫規定 我不曉得現在那個羽球比賽場地 附近的旅館空房間 是不是有符合防疫規定 這個我不敢確定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戴志穎當事人出來 都覺得說這個就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去 去刷存在感去刷流量 好 拿他跟行政人員比 你要比 要在同一個基礎上比較 因為行政人員住的地方 他是在主會場附近 主會場附近的旅館跟羽球比賽場館 還有甚至還有更遠的 像射箭隊的那個場館更遠 地段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那房間的價錢一定會不一樣 那房型或怎麼樣 我不清楚 但是這個事情我覺得就是 一碼歸一碼 做商務商的事情 因為總統曾經承諾過 那你體育署做不到 你沒辦法監督中華會落實 該負責就要負責 那至於旅館跟吃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利用這個機會 在那邊刷流量 而且這個關鍵 我跟你講 你換了一個署長 了解台灣體育的 我想韋志兄大概很清楚 你各單向學會不改革 我跟你講換十個署長都沒用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苦林他就嗆說 人家選手是在比賽的 你們長官是來度假的 好不好意思跟人家搶呢 到底是誰在跟人家搶商務艙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蕭榮滿面 這是三年前冬奧團的授旗典禮 他是這一次惹出商務艙風波的 中華奧會主席林洪棟 從2014年擔任主席 連任至今 景氣目前還沒有看起來很好 所以推案量不會太大 紅國集團二代的他過去領軍 凱撒飯店大拓點 藉此讓集團東山再起 這些不良在前也都報金管會同意 但林洪棟和他的哥哥林洪明 紅國集團兄弟黨 2015年曾捲入中聯信托 24億掏空案 而另外一位總領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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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選手開箱兵慶祝奪牌 站在側邊的就是總領隊 蔡成薇 2006年到2014年擔任中華奧會主席 而他也是國泰集團第二代 我接觸的都是體育界 而且團隊都是體育界的事情 15年來都有商界的兩人 長期把持中華奧會 被網友指出體育界被財團綁架了嗎 立委王婉玉就在臉書寫下 四年前體育改革時 林洪盜在會議上直接離席 不願對談 蔡成薇更是極力反對開放協會 還號召其他協會理事長 共同演了一齣離職不幹了的戲 給體育署下馬威 但到現在卻仍擔任要職 我們試圖要透過選舉 改選的方法 改選的或做法來做調整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勢力反而很大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談跟錯誌 我覺得很難在現階段就立刻推進 這個負擔真的應該要有所做 喊出了體育改革 15年後仍由商界掌握主席龍頭 封閉的體育界網友大探 恐怕人事漏洗難改 現在這位導致王仁竹 台北財訪報導 剛剛新聞裡面講到這兩位 中華奧會主席林洪道 還有總領隊蔡成薇 他們之前反對體育改革 然後王仁玉就說 這樣子還好意思坐在 前往東京的包機商務艙上 這到底背後有什麼樣的問題 而且像林毅傑她也說報告總統 道歉沒辦法解決問題了 不要馬後炮去檢討體育署了 所以背後有很多盤根錯節的內幕 好那我們接著我們要請教專家 來維智 這個台灣有43個單項協會 那麼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中華奧會主席他是怎麼產生的 他總共有75個他的委員投票給他 其中有38票就是這個單項協會 那麼這38票單項協會 他負責什麼事情呢 負責選手的主訓賽 所以換一隻選手他要參加 他自己的這個單項的國所選法 必須透過單項協會的報名 甚至你要參加協會辦的講席 你要知道我們這個協會是 頒發什麼頒發教練證 還有裁判證 你不要小看這個證照 你拿到這個證照 你可以去開運彩投注站 如果你不從不從事體育行業 真的這個這個小弟我也有一張 就是要開運彩投注站 那你要知道 這個單項協會裡面 為什麼旁邊錯覺 因為他世襲制 為什麼在2017年那個國家體育法 在修改的時候 就是要六個月之內改選 沒有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法律之後各顯神通 對不對 大家都有風範 那麼你說連同道跟這個之前的 這個主席蔡成輝 他有出錢嗎 有啦 但是你記不記得上一屆 李約奧運 有沒有某一個副主席 他一條龍包到李約 連機票連住宿有沒有 被挖出來 才發現都是你自己的人 所以大家撞不住了嘛 我們這些球迷 我們這些關心運動的人士受不了 怎麼會都是這一群人把持 那所以說你要怎麼改 因為這一群人到現在為止 他們擁有錢 擁有權 這個是連藍綠誰執政 你都撼動不了 你都撼動不了 所以這事裡面 你說這兩位他們是兼商嗎 看起來也不是 因為我記得好像 蔡成輝選手來臨同道 還捐了數千萬 在這個中華奧會裡面 但是底下各個單向協會 因為有各個協會的 組織的好處 跟資源的分配問題 我就剛才講 那主訓賽選手很誇張 你知道嗎 你包括各個單向 你去問戴之穎的 要不是他實力夠好 包括那個詹詠然 包括之前謝淑薇 那不是他實力夠好 講話才能夠夠大聲 那些明不見金賺 努力要死要火的球員 剛剛提到你說那個 那個撐桿跳沒拿到的 如果今天這個撐桿跳的選手 是世界前三強 你看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就在單向協會到現在為止 做一半而已 小英你如果真的要改革 林立寫講的是對的 因為你去講體育署沒有用 署長換A 換B 換C 換政黨 也沒有用 你就是要把從頭到尾 真的還給我們體育的人士 還給專業人士 讓內行的來 這樣才能夠超權部署 不然你再來也一樣 我跟你說 你這裡都不要說政治的話就對了 加在我這邊要感謝小英 還有你重視 重視這個事情 因為上一次2017年 世大運我覺得說有在做一些事情 大家好不容易期待 東京奧運 我就說我們敗這半才破10人 這才是重點嘛 所以說我們希望 各個單向協會 有一些還很認真的 那沒話講 出權出力的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來蹭的 來蹭的單向協會多不多 很多啦 我們不變子民 因為說出來 還得了些人 現在就說拜託你 小英利用這次的一個 名氣可用 名氣可用 是真的可以 等前面作戰完畢回來 戰績好的 給互落一下 有問題的單向 我們這次總共有六十六位國手 六十六位國手 總共十幾項 那其他比較小項的 比較可憐的地方 我們這次因為棒球隊 每次比賽 如果棒球隊去比賽的話 那 搞不好能見度更高了 所以我希望 我們這次的 發生這個事情 我都不認為對執政黨是壞事啦 那是改革的第一步 你如果不這樣 大家民氣可用 不然你看 民進黨國民黨的 立法委員跟民意代表 想說幹掉我沒下去 表示什麼 表示真的要再改一下 這個不能夠像是國踢法 國踢法 坦白講有點打假球 只有做一半 這次小英跟倒 蘇晨昌院長 你真的要好好的再處理一遍 好 也許改革第一步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來 好 回到節目現場 又有一個讓大家振奮的好消息 好 祝立陶宛代表處要設立了 那麼立陶宛跟中國有邦交關係 所以呢 這也是台灣在中國邦交國設立的 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 好 所以在外交上 這個外交的突破 是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好 東豪哥 其實這是一個對我們台灣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為什麼它重要在哪裡 因為立陶宛 它這個國家很有趣 因為在中國在希望在發展 在歐洲的影響力 所謂的17加1的時候 在今年的時候 立陶宛就拒絕了參加17加1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它250萬人口不算大 它其實在過去來講 在觀光上面的樣子 受到陸客團的影響 可是從去年疫情開始之後 立陶宛在對中國很多態度上 產生了很重大的變化 就像剛才主持人講的 它的建交國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它在中華民國台灣 設立一個代表處 相對應的 我們也會在那邊設立 你就在舊的東歐的系統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這樣的覆設代表處 這不會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它後面還會繼續 就像說捷克 我們過去講的捷克 捷克也是跟中國建交 捷克也受到中國的經濟影響 可是捷克為什麼 對台灣特別有感情 所屬的歷史環境 捷克跟台灣很類似 都是四周 好看喔